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9月16号礼拜三 那今天我们想特别为主 我们新一个 讲道的系列 特别也是重点讲道 去教导弟兄姐妹怎么样去祷告的 这个讲道系列交在主的手中 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我们谢谢主让我们这个新的系列 希望这个新的系列 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开始 从圣经的不同的人物 里面的祷告去学习 我们也应该有些不同 祷告的pattern可以学习 祝主你也真的赐福给 这个新的sermon series 能够期待弟兄姐妹 接着这个新的讲道系列 能够重新激起我们喜欢 祷告的心 也希望我们在一场生活里面 能够去practice 怎么去祷告 去模仿去学习 就约不同的人物里面 他们祷告的这个的模式 有些的很好的属灵功课 如果我们能够学到的 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上面 祝主你特别的赐福 这个讲道的系列 也保守在这个讲道系列里面的 每一位讲员 让他们在传讲的时候 满有你圣灵的带领 能够赐给他们有智慧 能够把所有的message 都能够很清晰的去传送出去 也能够帮助会中 更加的懂得去祷告 更加享受祷告的生活 更加喜欢祷告 也更加透过祷告 能够经历你更多 我们真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早安会点人 今天你胆怯害怕了吗 在提摩泰后书第一章 保罗写给提摩泰的书信里面 就提到了 提摩泰的信心是建立在 他的家庭教育里面 从他的外祖母罗以 和母亲尤尼基 从小给提摩泰奠定的圣经基础 那保罗在提摩泰的生命当中 就像他的属灵父亲一样 赐给他的恩赐 特别的恩赐是在传福音上 所以保罗就在第六节提醒着提摩泰 让这个恩赐呢 是要像火一样再次眺望起来 然后第七节里面呢 他又鼓励着提摩泰说 传福音的心是因为神赐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这是为着传福音预备的心 刚讲到这个传福音的恩赐 要向如何眺望起来 那其实上一周呢 湾区就有许多的山火 然后整个北加州 我想南加州可能也都是 被这个山火所影响 其实就才今天早上我背后的这一片天空呢 都呈现橘红色的 因为这山火一烧一发不可收拾 到了一个程度都还有后遗震 就是太阳没有办法直射到地面上 但是呢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些灰尘 就看到了这些橘红色的反射 反映出太阳的光 我就在想如果我们传福音的那个心真的就像是这野火一样 山火一样被眺望起来一发不可收拾 那耶稣真的就是要再来了 你就看到那个影响力得是要多大 所以今天这段经文也提醒着我们 要来为我们身边还没信主的家人朋友们祷告 上一周我跟国语组有三个姐妹 我们一起在上个主日呢就做了 从一个早餐的进食祷告 从八点一直做到十一点 而我们这一群姐妹不约而同的 都在为这个卫信主的家人和朋友祷告上都流了眼泪 这眼泪呢不是绝望 其实是温暖的 是知道这个救恩它深深的得着我们 我们也想要把这个救恩让我们身边的朋友 还有家人可以得到 也有一种迫切 这个眼泪的迫切就是来自于 我们知道他们还不认识主 还在挣扎当中 在祷告里面 我相信那是圣灵的感动 灰点人 今天让我们一起勇敢 让我们带着 刚强仁爱 谨守的心去传福音